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这个底已经放进去了 但是我们发现跟这个图框架 我们这个界面的图片在对比的时候 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发现没有 这个其实还是不是这种居中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可以稍微再看一下这个布局 为什么不一样 再做一点这个微调 这个布局再 看这个包厂 在这个相对布局里边 有的时候它这个设置内容居中 有的时候可能它得到的这个结果 跟我们预想的并不是太一样 我们就可以用就是那个 在这里的设定它的这个居中的这个属性 对吧 垂直居中 这个也叫 设定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看结果 这个加载的很慢 但是结果还不太一样 它又跑到下面了 我们把这个给去掉 试试 看一下 这应该是居中了 但是这两个由于没有了那个限制就跑到上面了 我们把它属性都给设置一下 所以说这么看来通过用这个属性设置它的这个 比如说垂直居中啊 这些应该是还是比较好用的 是吧 你看这个基本上应该就一样了 我们现在把它运行 运行 再看一下 这个应该基本上和界面上都一样 在看的过程中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英特路的标签的这个属性 啊 你看这个基本上看着已经像像像样了 已经基本上跟那个底边是一模一样了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呢 我有一点要着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关于英特路的标签 设置ID之后对空调的一个影响 这个我不知道你在之前看这个时候 注意到过它这个什么 它这个ID标签 它设完之后这个 这个这里边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代码 在MAN里边咱们不是使用了这个英特路的标签 对吧 我们如果在这里边设定了一个ID的话 它会把 它会把你这个里边 设定的标签ID给覆盖掉 什么意思呢 举个简单的 意思来说 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里边设定了一个ID 比如说叫AA 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运行起来的话 你找你找这个你找这个布局 AA的布局 因为咱知道那个实力化布局吗 用Sign的什么 那个Will什么这些给它找出来吗 对吧 找出来之后 你这时候你用这个AA这个ID的话 你是直接就能找到了 知道吧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里边也设定了一个ID 他也可以设定ID 你如果也设定ID的话 你比如说设成一个BBB 对吧 这个时候 他外边这个英特路的 他默认其实也会生成一个这个 布局 他把他的这个属性就给覆盖掉了 你如果想要找这个 找这个 找这个空件的话 你这时候就不应该用 ID为AA的这个 这个属性了 你应该用BBB才能够到 因为这个当时我在 我在 因为这个现在看不出来 因为当时我在封装这个空件的时候 这空件你封装 你要你要把这个布局找出来吗 我去 我我设完这个属性之后 设完这个 ID属性之后 我每次 我每次 找就找不到 我就很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查找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在这里边设置ID之后 他会把里边摸在那个布局ID 一些属性 他就给它覆盖掉 所以说这个特性 我跟你说一下 你要记得 以后你如果用到这个 用到这个属性的话 就是说碰到这种问题 不用太迷茫了 行吧 这就是这个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interlude这块完毕了 我们就要继续封装 对吧 把它的这个 因为我们看这个界面 在中间这个实体这块了 是吧 按照我们正常的 之前的那种思路 按照我们之前那种思路 是不是直接在这里边 放一个什么 比如说Gridal Will 直接就就就就写进去了 对吧 其实我们就是说 可以把它继续封装一下 做这种简化 也就是也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程序里边 每一个这块这个主体 其实都是动态变的 对不对 说白了 头跟尾都是 头和尾 底都是有的 只是中间这块 在不停的夹在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 我没有直接放一个Gridal Will 因为以后比如说出现 咱们看这种界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 也是底边 你说你要做多少的布局 对不对 其实头尾都一样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做法 就是说 首先我们在这里边用一个 我看一下 用一个 用一个线性布局就可以了 这个无所谓 你比较习惯哪种 用哪个布局 在这里边先 做好一个布局 知道吧 然后动态的找到这个布局 把你的那个布局文件 给动态的给 加载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你每次你封装好了之后 你每次通过 比如说ADD ManBody 这个方法 只要把你的布局 资源ID传进去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布局 你的这个布局 它动态的就 填到这一块 这就是程序里边的 就是封装 一定要把它封装好 一些不该往外 暴露的细节 都要给它封装好 通过这种方式 你也省得很大的事 对吧 所以说要学会观察 程序里边的 这种一些 它的一些规则和规律 把它的这些东西 给提取出来 我们下面就演示一下 怎么怎么做一个风光 在这里边 我们用一个线性布局 你要动态给它 往里填东西 你肯定要动态的 找到这个布局 这个ID 你肯定是要定义的 对吧 我在这里边的习惯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 这个布局的这个ID 我喜欢在前面 加一个LVY 咱们这里边是一个主体 咱们就叫 Manbody 行吧 然后定一下 它的这个 排列了这个 定成定向 然后高宽 高宽这个直接复制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代码 快速拿代码 或者是 比较重复的比较多了 我就直接粘过来用 如果要是 一行一行的 这么敲的话 可能就就就就 这个时间肯定就来不及了 所以 以后可能会一些代码 我直接就赶紧来使用 然后这个布局 我们先填成这样之后 可以大概先 大概先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效果 这边现在还暂时还看不到 我们就直接现在把它定义全吧 因为你这边预览的时候 也看不到效果 这时候 应该设一个它的这个位置属性 对不对 你不设它们就 可能重联到一起了 我们这个上面的这个的改成那个 相对不及才行 才能射到这个位置 首先它的位置应该是 在谁的下面 应该在它的下面吧 是吧 把它ID也给射进去 这个ID 我这里边我就给它叫 英克路的Title 这个就没有什么前缀了 英克路的直接把它给包进去 然后这就可以射了 对吧 这就是射成这个 直接把它给输入来 这个也得有个ID吗 应该是在它的这个上面 对不对 叫bottom 这个我能把它移载回来 这个我能把它移载回来 应该是在它的这个上面 在bottom的上面 对吧 这时候我们的这个 到底有什么错误 可能这个位置是 它调整一下 它这个东西必须要在它上面 是必须要在它上面 这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 manbody这个主体 就放到这里 我们就动态的可以把它取出来 动态的给它加载资源 对吧 这个ID现在暂时先不用 如果下边我们会用的到 用的到我们再试 这时候还要完成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 大概框架的这个man xml先封装成这样 然后呢 重点讲一下这两块 我一般就是在写代码的时候 我有个习惯 就是说 所有的这个activity 都会继承于这个activity base 一个G类 继承一个G类是有一个什么好处的 你看我这里边写的 在G类里边 你把最常用的 跟业务无关的方法 封装进来 以简化代码的编写过程 像我那个G类里边 就封装了什么呀 因为咱们那个 star activity 你知道吧 接下来很麻烦 你要什么intent呀 里边指定那个类 对不对 然后用this指定你那个content 对吧 最后才是打开 所以说 我这里边就把这个 打开activity 我给封装一下 我变成 写的名叫openactivity 我在这个类里边 我直接怎么做就行了 我直接传一个 传一个要打开的这个activity 这个类 传一句就可以 我什么this intent 我什么都不用管 自动就帮我打开了 在这种简化操作的时候 很有用 对不对 你平常你要intent 什么声明一堆 你把这个方法 你封装成这么一个方法出来 你到时候 在打开activity的时候 就简化多了 比如说包括 咱们有时候会显示 那个 那个toast的那个吧 那个弹出提示方 也很麻烦 也要写一堆是吧 我把它封装之后 我只需传进去 要弹出了信息就可以了 对不对 包括显示一个警告方 你这些 因为这些都跟业务无关 对吧 所以说你都可以把它封装提取出来 放到你来activity base base里边 然后另外一个 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你在以后的这个工作里边 你这个类会越累越多 反正只要是你工作当中发现 具有封装价值的 这种跟业务无关 简化这个代码操作的这些 函处方法 你都可以封装进来 你这个东西越来越多 越来越完善 最后 等于就都算是你这个团队 或者你个人的这个知识库的积累 对吧 我们在这里边 我们就自己手中先建议 先看一下 因为我们先前看了我们这个 这里边这个结构 我们是这个结构吗 base 对吧 我们在这里 所以我们也自己单独建一个被子 我先把他的这个名字给复制下来 直接新建一个包 然后在这里边我们用小写打个被子 对吧 这样都跟那个一样了 然后在这里边 新建一个类 我喜欢在这里边加前缀 用这种前缀的方法 你以后再引用的时候 比较好用 好 这就封装进来一个 你比如说咱们在这里边先封装一个方法 我看一下啊 这个里边的这个封装 比如说我们封装一个 模拟封装一个这个 因为你这是需要继承了 你把这个属性订成这个 project继承 能继承下来的这种 继承了这个类才可以使用 刚才 握一个没有反位置 比如说显示 message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咱们把它 这个参数进入 我在这里边约定就是参数用 t开一下头 因为我这里边有自动提示 你在这里边引用就很好 我们能posed 点 就是点 你直接用这个 文本的话 你看传进来的这个直接t 这个值呢 比如说我们设成这个1 对吧 好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这种 实力 把这个段时间里关掉 然后我们改造一下我们的这个 这个你就不要直接继承 activity 对不对 直接继承什么 对 你把它继承下来 好 这时候如果你在这里边 你之前 以前调 调这个东西写的 写的很麻烦吗 是不是又是什么make 又是什么show之类的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在这个鸡类里边 封装好 你怎么调就行了 是不是这样直接把你 把你这个文本传件 丢开 是不是就讲话很多 所以说日常 日常你在这个写代码过程当中 你发现具有这种抽取价值的 可以封装了 你都可以把它封装 对不对 把它组合好 然后对外只提供 要传的比如说参数 或者返回值这些 对不对 那咱们这里边就再封装几个常用的嘛 比如说 再封装一个 这个咱们封装个别的 底下可以一点一点逐步完善 比如说封装一个那个 打开窗体 这种 open 对不对 open还是tility 咱们平常打开是怎么打开的 你在这里边写 咱们平常这样 这里边又有一个约定了 就是说局部变量 我比较喜欢加一个下滑线 加下滑线 你看刚才我们在这里边 用参数我直接打屁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在里边选就行了 我不用再 如果代码很长 你是不是又要把你这个滚轮拨回去 看你这个参数到底 怎么拼怎么写 在这里边你用完前缀之后 你加个屁你直接选就行了 不用去记这个原因 因为人论这个脑子确实不太好 这种字符一般 反正我是记不住 说局部参数